這是橫陽路,在日本時代,它是去桌角色的龍丁 這棟以前是去窮戶局員百貨 那時候的街景我盡量一間一間給它外出 最重要是,要真是沒有了解這店舖到底是在賣什麼東西 譬如這間歐哥兒以前其實是賣蒜頭 愛旁邊那間賣餐飲器材,日本時代叫做光速度 用台灣話說的就是光食堂,賣什麼呢? 冰棒跟冰淇淋是它的膠擺 這是日本時代賣的Ice Cream冰淇淋的商品 注意看大陶有剩到隔兩冰三日 那時候主要的圓料興奮是孤年到隔兩 所以有個叫做兩冰的食材是隔兩冰 整條的橫陽路在日本時代是最繁華的撒卡的酒 所以整條路給它外出是誰做的這個看法 橫陽路91號的造風金在日本時代 其實是台北電話九瓦塑 橫陽路87號的合作金庫已經是台北信用組合 這間橫陽路81號在買餐飲器材的公司 以前就是光食堂 光食堂的生意應該不錯 所以它在現在的鞭平北路一段155號 也沒有分點 光食堂的基點一定聽到現在改建大樓 其實以前它的房子也可以算是大條電的代表籍 因為它是英國風格的紅森建造 在上面還有一個棟園頂 經過不到那時候大條電 在買冰淇淋的沖上近人達到五百人以上 只能剛好是191年 清國在發生結冰的時代 在臺灣 臺灣人當地鄉修夾兩邊 公食堂的對面就是後來的五百人出家 公開住在大條電的臺灣人 應該也算是幸福 過馬